大家看,这就是第一排两个面,连接好的样子。 往下连接包生第二排的两个面,这里我用小样讲解一下连接位置,先连接第一面。 这里在1到3号上方连接,也就是连接7到9号花片。 这里7号花片与1号花片连接,并且只连接这一侧。 8号花片需要连接两侧,一侧与7号花片连接,一侧与2号花片连接。 9号花片虽然位于边缘,但是连接位置与8号花片相同,先连接这一侧,再连接下方即可。 第2面的10到12号,也是连接两侧。 先与左侧花片连接,再与第一排对应花片连接。 遇到边缘缘花片,需要连接三侧,也就是小样12号花片的这里。 需要与左侧花片连接,与第一排花片连接这一侧,然后再与7号花片连接这一侧。 这就是第二排花片的连接,往后无论连接多少花片,连接的规律是。 第一个花片只需要与上一排连接一侧。 中间花片 都是层L型连接。 先与左侧花片连接,再与上一排花片连接。 最后一个花片,呈U字形连接对应的三侧。 这里连接方法都一样,我就不往下演示了。 具体的连接位置,可参考前面的讲解,也可以参考图纸。 往后按照第二排的连接方法,将剩余的花片连接完成就可以。 食物共四排,注意,在第四排上方留一个边做开口。 所有花片均正面朝外。 这样连接部分就讲解完了。 同时,包身部分就讲解完了。 完成了包身,接下来勾织提手织片。 这里在开口处勾织,并且开口两侧都需要勾织。 也就是说,需要勾两个相同的织片。 织片都是勾织短针,采用往返编织的方法,一排一排往上勾。 我先演示一侧提手织片的勾织。 这里,我先用成品说明一下勾织区域。 将开口朝上。 包身正面对着自己。 找到两端的花片。 找到两端的花片。 上方。 边的位置。 分别在边的锁针动眼处做标记。 这两个锁针之间,包含锁针上的两个动眼,都是勾织区域。 标记好位置,开始勾织。 为了方便观看,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 将花片的正面对着自己。 开口朝上。 找到右侧标记的交扣位置。 勾针穿入对应的动眼。 拿起相应颜色的线。 具体参考食物或图纸。 将线按之前的方法打好结。 把线圈套到勾针上。 勾出线圈。 稍作调整。 然后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同样起立针不算一针。 然后穿入同一个动眼。 勾一针短针。 做好标记。 往下挑相邻的脚位置。 挑长针针目。 一针针勾五针短针。 完成后两针锁针间隔。 后面是连接处。 跳过连接位置, 即脚的锁针动眼。 挑下一个花片。 脚位置的长针。 挑针针针针刚刚刚按针。 一针针针短针。 挑针针。 一针针针。 遇到边的位置。 挑锁针动眼处。 勾两针短针。 后面继续调脚的长针针目 一顿勾短针 注意不要调到边的短针上 到了下一个花片的连接处 先两针锁针间隔 然后跳过脚的锁针动眼 即连接的短针 挑长针针目 不加不减勾短针 往后遇到花片的连接点 勾之两针锁针间隔 同时跳过脚的锁针动眼 即连接短针 遇到边的位置 调锁针大洞 勾之两针短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一直勾到下一个教扣位置 到了下一个教扣位置 为了首尾对应 这里穿入教扣的动眼 勾一针短针 这样织片第一排就完成了 接下来勾第二排 往反编织需要将织物反过来 接着之前的线头 先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 往后短针的起立针都不算一针 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 往下穿入同一个动眼 勾一针短针 勾一针短针 也就是挑上一排 最后一针短针的针目 完成后在这一针上做好标记 完成后在这一针上做好标记 后面分别调短针短针 后面分别调短针针目 一对应勾短针 遇到锁针动眼处 挑大洞 针针针短针 完成后 完成后 继续调针目 不加不减勾短针 往后遇到上一排的锁针动眼处 穿入大洞 勾一针短针就可以 短针位置 分别调针目 勾一针短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排勾完 到了交扣位置 这里是最后一针处 对应勾一针短针 这样第二排就完成了 往下勾置第三排 先方转织物 往后每一排勾之前 都需要方转一下织物 然后立一针锁针 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再穿入同一个位置 勾一针短针 做好标记 后面每一排勾完第一针 注意做好标记 方便找到下一排最后一针的位置 完成后分别挑针目 不加不减勾短针 把这一排勾完 勾完最后一针 也就是较扣的这里 第三排就完成了 后面按照第三排的方法 分别挑针目 一针针短针 一直勾到对应的排数 具体排数可参考图纸和表格 后面方法比较简单 这里我就不往下演示了 勾完相应排数后 需要断线 方法与之前一样 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断线 先勾一针锁针固定 预留40到50厘米的线头 用于缝合 这样开口一侧的 提手织片就讲解完了 另一侧织片也是同样的方法 在花片的正面 起针钩织 到对应排数就可以 完成后进行断线 并预留40到50厘米的线头 用于缝合 方法一样 往下我就不重复演示了 到这里 提手织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 接下来制作内秤 先来看一下内秤需要的尺寸 材料包中已经配有剪裁好的布料 只是每个人手松紧不一 勾出来的包大小不同 这里我用成品说明一下尺寸 为了内秤大小比较合适 我们先拿起内秤布 将其首尾对折 这一端 与开口对应 然后看一下两侧 与包生对比一下 在包生稍网里一点的位置 做标记 可以用笔和尺子 在其对应位置画上直线 方便后面缝合 注意 这里内秤可以比包生边缘小一点 但不要多出来 否则内秤装进去后会不平整 这里下方需要空出 约一厘米的距离 然后在上方 与花片边缘对应的位置 做标记 缝两侧时只需要缝到上方 标记的位置即可 标记好尺寸 下面开始缝合 这里我用小样 演示一下缝合方法 先缝内秤两侧 大家可以用家里的细针和细线来缝 这里采用定缝的方法 先沿着直线 挑边缘处入针 然后间隔一段距离 窗入 继继续间隔差不多的距离窗出 再窗入 往下按照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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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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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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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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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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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